在这一边我要讲2.4的部分 condition for the type of root of quadratic equation 在这一边很多老师会告诉你们 如果b²-4ac大过0 它是2 real and sting root 等于2 real and real root 然后no小过0是no real root 可是有一些老师可能他们会解释 告诉你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而这样的一个原因其实是因为这一个formular的关系 你看啊 x等于-b 加-square root b²-4ac 和2a 在这一个部分里面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说b²-4ac 是它这一边的里面 然后也是它这一边拿来找condition的地方 为什么它大过0的情况之下 它会2 real root的情况呢 你想象一下啊 假设我的这一边里面拿到的是square root 9 ok 然后这边有某个号码 在除某个号码 这样 我这一个square root 9的情况之下 假设我这边是1跟1了 ok 3就会变成1加减3除1 ok 然后它会1加3是4 1-3 and 2 然后就是说在这一边里面它是positive number的情况之下 它这一边就会有一个数值的存在 然后它就会变成那一个两个答案 ok 可是如果我在一个b²-4ac的部分是0的情况之下 就好像x等于1加减0和1的情况呢 因为它sq0是什么 sq0也是0 所以它1加0 1-0的情况之下 它还是1和1 所以它两个都是6 但是是1要的了 然后第三种情况之下 如果我的那么square root里面 它是square root-1的情况之下 哎 square root-1 大家按计算机 你看square root-1 你拿到的是什么东西 ok square root-1 max error 为什么是max error呢 因为我们知道 呃 我有0²会等于0 1²等于1 2²等于2 -1的square 会等于1 然后-2的square 会等于4 ok 2²是4 然后0.5的square也是0.25 negative 0.5的square 会是0.25 就是说 我的square 永远都不会是negative 所以square root-1 是不exist的 ok 所以在这一边 它拿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它是没有real rule ok 在这一边 我们讲是讲没有real rule的 然后 可是当你学到 那个数学更高的 一个程度的时候 你就会学到 数学家的浪漫 什么叫做 数学家的浪漫呢 就是说 哪一个 额 额 ok 数学家的浪漫呢 那就是说 他讲 square of negative 事实上是不存在的 可是 那个数学家 他就讲 它存在 它存在我的脑海中 我的想象中 有这样的东西的存在 然后 就是说 square-1 它应该是不存在的东西 可是他讲 它存在 它存在在我的脑海中 它叫做 Imaginary Number ok 就是说 是我想象中的一个号码 所以square-1 是i 这一个程度 你读到concept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东西 现在我square-1 它是max error 可是你看 如果我mode mode 改成complex的话 2 我选2 改成complex的情况之下 它就会 来这个时候 我拿square-1 的情况之下呢 它出来的是i Imaginary Number ok 所以 你可以看到 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 就看那一个 mode e 回到正常的情况 这个时候 我们来看一个 这边 example 12 它给的三个意思 它说 2x2-7x 加3等于0 根据书 它那边就找b2-4ac 等于25 所以它2 real and distinct root 然后过后那边 这个等于0 它2 real and equal root 然后它等于-19 小过0 does not have any real root 在这一边你这样看 你可能没有什么感觉 可是如果你用你的计算机 然后你用mode 你按mode ok 然后equation quadratic equation ok 第一个 它的a是2 b是-7 c是3 的情况之下 我拿到的是 xe等于3 你看xe等于3 然后过后我按下 或者是按等于 它x2等于1分之1 所以它有两个root 2 real and different root ok 第二个case 我们再来看 第二个case的情况之下 它a是1 b是-6 c是9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 它给你x等于3 它不像刚刚是xe等于什么 x2等于什么 它只是给你x等于3 为什么它只有一个x 当你再按多等于一下的时候 它就给你下一个case 它只有一个solution 第三个你看啊 它的a是1 b是3 c是7 可以 你看它有i的存在 有imaginary number的存在 所以它在这一边 它告诉你们 它说 Visuals for AC 小过0的时候 它是 no real root no real root的情况之下 其实它是讲 their imaginary root ok 所以想出那个 imaginary的 那一个数学家很强 为什么呢 到了以后你会发现 有一些数学题 做到一半的时候 这样子没有solution 可是你用imaginary number 来做继续下去的时候 到了最后 它会变成real number 可以拿到 不过那一个是更高的层次 现在你只要有一个概念 在这一刻 重点就是 dx4 ac 大过0 to real and distinct root 像你刚刚看到的 大过0的情况之下 它有两个root ok se x2 然后 当它等于0的时候 它两个是一样的 se 跟x2都是一样的 to real and equal root ok 其实真正来讲 它只有一个root 但是我们会讲的 to real and equal root 然后在一个no real root的情况之下 就是说 它没有root ok 你做不到 ok 然后在这一边呢 它也可以把这两个合起来 它讲 has real root ok 就是说 它有real root ok 这一个有两个real root 这一个 两个不同的real root 这个是两个一样的real root 然后 两个合起来 就是有real root 所以 如果那个question讲 这个equation have real root的情况之下 你要 mx4ac 大过等于0 大过等于0 has real root ok 然后它 那种形式呢 它就是像这样的一种东西 它说 我有一条直线和一个curve 它们在两个不同的点相接的情况之下 这一个to distinct intersection point的情况之下 也是大过等于0 碰到一个点的情况之下 我们叫它tangent ok 它就是 碰到一个点 tangent的情况之下 等于0 然后 如果它是完全没有碰到的情况之下 小过0 就好像这三个 就好像这三个 它这一个东西 我这样画出来的情况之下 它应该是 减2和4 它的x assist 碰到两个点 然后 对于这个来讲呢 上面的这个来讲 它是 碰到一个点而已 就是说 它在e的这个点碰到 然后 对于这一个 no solution的 那个 情况之下 就是说 它完全没有碰到 ok 所以它是 no intersection point no rule ok 在这一边 这个部分 其实 它都 不难 ok 在 这一个case 我们看一下 第37面的 and number 12 刚才给你们看到了 然后 所以 所以它说 determine the nature of the root 的时候 你什么都不用做 你直接找 b square minus 4ac 大过0小过0 等于0 小过0等于0 然后 你就可以知道 它是 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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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事实上 像 这一个 特别是b的那个部分 在这一边 如果我用开八五的情况之下 我开八五 然后 加 减 两个都是减 x square x等 x 9 339 等于0 所以我拿到的是x等于3 x等于3 ok 所以它是26n equal root 然后上面的这一个我开挂虎的情况之下呢 它是 那一个 加了再减 所以两个都是减 ok 3 1 3 2x和x ok 7x ok 所以x等于1 2x等于3 你可以看到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 其实 很强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 如果b2-4ac 拿出来的是perfect square的情况之下 对不对 就是说我拿出来的那个 可以变成整数和分数 我可以做focalization 就是说 如果我拿到b2-4ac 其实不是perfect square 是二十view啊 二十七啊 这样的东西的时候 是不是 其实 它是 它就是用formular 它不能够开挂虎 ok 它是perfect square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perfect square 它就会给你一个完整的整数 当你给你一个完整的整数 变成一个分数的时候 诶 这样的题目 其实是可以拿来做那一个 呃 focalization 不用用formular ok 基本上这一个section 是很简单的一个部分 只要你有刚刚的这个概念很清楚 就是说 大过0 2 real and different 等于0 2 real and same 小过0 就是那个 no real root 然后 什么 碰到两个点 大过0 碰到一个点 tangent 等于0 然后没有碰到点的情况之下 是小过0 这三个你都懂的情况之下 基本上它都是拿b2-4ac 来看 你看 在这一边 这个exemple 4的时候 find the range of value of p in the quadratic equation 2x²-4x 然后 这一个东西 have 2 real and distinct root 它讲它2 real and distinct root的情况之下 dx²-4ac 拉过0 然后这个时候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说 它给你的那个formular 你把它排成general form set ok x²的 coefficient 是a x的 coefficient 是b 这个是c 所以a 是2-p b 是-6 c是3 然后 b3-4ac 大过0 ok 然后b3-4ac 大过0 然后你就翻到 然后b 大过-1 这就是它最后的答案 然后下一题 它也是同样的一种概念 range of trash in the quadratic equation 这一个东西 does not have any real root no real root no real root no real root的情况之下 就是代表它b3-4ac 小过0 ok 自己在手法 再加上去 然后你看到题目的时候 你讲成这样的情况 一看到它讲 no real root 你就b3-4ac 小过0 然后 2 distinct root b3-4ac 大过0 所以在这边 b4-4ac 小过0的时候 它已经给你general format 所以你的a是h b3-2h c是h-5 然后b3-4ac 小过0 然后也是同样的 这样做下去 斑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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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h等于-98 至实上在SPM考试的时候 我们写成-98 就可以了 可是在这本书 它为了写的最标准 因为在分数的最标准的写法 它不可以是讲分数 一定是要去减分数 ok 可是在SPM的情况之下 我们写-98 考官就会接受了 不用担心 然后再来我们再看 ATEM WASH5的情况之下 它说h 2 real and equal root 2 real and equal root 的情况之下 d-4ac 等于0 然后 它的a 4-2m b3m a 3m 然后过这两个半过去 它就会c -1-2m ok 然后 它就用这样的一种方法 等于0 然后你在这边 你会发现 它 到这边的时候 它又变成另外一个 新的 patic equation m的patic equation 然后你在这边 你要swap 我那一个 开网图 然后拿到m 的value是多少 当它是大过0 小过0的情况之下 你只是拿到一个 inequality 大过什么 小过什么 可是它等于0的时候 它很可能出现的是一个 patic equation 然后你要再做 facualization 这样 这样 然后 我们再来拍exemple 14的情况之下 find the range of value of k if the pattern equation have real root has real root 像我刚刚讲的 too real and different root too real and the same root 然后has real root double than0 所以自己b2-4 也是double than0 这样的 has real root sdm是很少出现的 但是 你们也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如果 学校导师出现 它是as real root 的话你知道 它是大过等于0 它结合 too real and different 跟too real and quote has real root ok 然后 同样的东西 这一个我也不用讲 更多 这些h-4ag 大过等于0 然后 再来的一种情况 就是说 我们看 anx-15 so find the value of f is a straight line is a tangent to the curve tangent的情况之下 就是说它有一个 intersection 一个交界点 ok 一个交界点的情况之下 f-4ac 等于0 ok 然后 这一个 它是两个equation 对不对 ok equation1 sub into equation2 equation1 sub into equation2 然后它就 分成一个quantatic equation 你把它变成quantatic equation 然后 general form 搬去一边 然后 dx-ac 等于0 然后 dx-ac 等于0 你做做做做做做 变成一个singlimatic 然后再factorize 等于1 等于2 就是这样而已 然后 再来 我们看 example16 的情况 它说 find the range of value of k in the straight line y-2 x-k intersect the curve y-2 at two distinct points 它交接两个点 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 b2-4ac 大过0 但是 在你做b2-4ac 之前 它变成两个equation 所以这个时候 你是把第一个equation sub into equation 然后 变成一个新的 那个quantatic equation 然后才从这一边 再来 从这一边 这样翻 ok 明白吗 接着我们再来看下面 find the range of value of p in the straight line y-2 这一个 does not meet the curve y-2 所以 does not meet的情况之下 就是说 他们没有交接到的地方 b2-4ac 小过0 然后 第一个equation sorting d2个equation 搬搬搬 然后变成 这一个 general form a是pbc 然后 b2-4ac 小过0 这样翻 拿到p 小过这个东西 ok 所以这个部分 基本上他不拿 因为我已经讲完了 然后 呃 我现在要给你们看到一样东西 就是说 第二课跟第三课 其实他们有很多的共同点 然后你可以看到的就是说 在第三课的这一边 他有讲到那一个 呃 quantatic curve cut the x axis at two distinct point at only one point 然后 does not meet at x axis 这个是第三课的东西 你看第三课 他也有同的这种东西 b2-4ac 大过0 等于0 小过0 这样的一种东西 在第三课里面 也同时出现 然后这个东西呢 其实他是出在 那个 呃 那个 3.1 的部分 他3.1的部分 也是有讲到这样的一种东西 然后3.1的部分 他其实只是 让你看到 他是 呃 他 他 他有 u shape 然后他在这一边 他说 呃 什么 determine the shape position 这一边 你看到position的情况之下 if 2-4ac 大过 等于8 positive 所以他碰到两个点 这样的一种东西 然后 然后这一个是3.1的部分 不过3.1的部分 那个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其实是 到了那一个 呃 3.4的部分 3.4的那个 quadratic equality 那一边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说 他在 呃 那个 application of quadratic quadratic equality ok application of quadratic equity 3.4b 这个application of quadratic equity 的这个部分 你看他的这个 问题 跟我们刚刚看的问题 差不多一样了 pi the range of value with the quadratic equation 2.6 and distinct root 刚才也是这样的东西 对吗 ok 可是这一边 他 讲2.6 and distinct root的情况之下 2.6 and distinct的情况之下 我就知道 他其实是 那一个 b square minus 4ac 怎样 大过零 对吗 ok 大过零 所以b square minus 4ac 诶 这一部分的东西跟刚刚那边好像一样 对不对 可是事实上 为什么他本的chapter 2和 chapter 3 不一样的地方是在这边 ok 刚刚那一边的b square minus 4ac 它 变出来的 不会有square 除非它是等于的 大过小过的它会有square ok 可是在这边有square 然后过后 你再刷出这一个 这个东西 过后 下一个部分我再教 不过 在这一边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说 它第二个和第三个的分别是在 第二个它有这一个 还有square的存在 然后可是 第三个有这一个的存在 第二个却没有这一个的存在 你看 它明明是一样的题目来的 完全一样的题目 你自己来比较一下 这两题它们的那个差别 这两题的题目 ok 这一个是 Find the range of value of p if the quadratic equation 这个它有26 and distinct root 还有26 and distinct root 根本就是copy and paste 然后换一个formula 这样办 对不对 可是这一个是在 呃 什么 chapter 2的 然后这个是在chapter 3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就是说 在chapter 2的 它这一个里面 你的b²-4ac之后 这一边是没有square 然后这一边它是有square 然后后你还要更好 来你看这一题也是 Find the range of value of k in the block of quadratic equation cut the x axis as two distinct points b²-4ac大过0 ok 所以在这一边 这一个它也是b²-4ac大过0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在这一边 你看b²-4ac大过0 之后 我拿到了这一边b²-4ac 也有square的存在 ok 然后 接着这一个 why the range of value of m is the quadratic equation does not have real root does not have real root的情况之下 b²-4ac小过0 好 这一边 abc 然后小过0 之后 这一边有m²的存在 然后在这一边 它does not meet the x axis 小过0 对吗 也是小过0 可是它小过0这一边 它会有square的存在 跟刚刚第二课的不一样的地方 是第二课不会有这样的一个square的存在 所以第二课的题目 你不能够做到 你能够做第三课的 你能够做到一半 你能够做到这一边的时候 你需要第三课的一些概念 ok 所以 你把第二课的这个部分掌握了的情况之下 第三课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了 好 所以就是这样而已 以上 恐怖 我们下期再见